手里捧着握握头 才没有一滴药 是死是活 就看这个便宜老爹啰 唱个小曲 撸个小管 睡觉 这都什么玩意啊 换一批 夏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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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个混蛋打扰我的好梦 老爹您来了 我刚刚选好人 点好歌 你不能再值一会来吗 夏儿 爹高兴啊 你交代的东西成了 儿子怎么样 爹正是此物 既然可以 那我即刻派人将此物送往金灵 我看行 我倒要看看有了此物 他最好还怎么为难咱们 爹 此物送去之时 还请给儿子带一封信 这样可以事半功倍 这还是我儿子吗 他写字明明就是狗爬体 这一首小凯真是漂亮 爹 你在想什么呢 没事没事 梅府先办正事 金灵城 两江之地首府 大前陪都 而总督府内却是气氛压抑 爹 该喝药了 没心情 别再等几日就是了 眼下不是有了夏家这个突破口了吗 你还好意思提这事 你知不知道这事影响你的轻语 以后你如何嫁人 为了爹您能够打开局面 女儿无所谓 大不了女儿不嫁就是 这世上也没有让女儿心动的男子 你还是想简单啊 夏家在两江之地经营三代有余 夏威此人更不是普通的言商 老爷 广林夏家送来一件东西 爹 这是啥 快快 背马车 我要去趟广林 爹 停舍已经晚了 夜路危险 你好生在金灵城待着 为父要去广林监牢见一个人去 见过崔大人 你认识本官 您刚刚不是承认了 有点意思 这侠为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睿智了 只欠命命就是个罗智啊 本官作业接到一封信和一个盒子 是不是出自你手 看来崔大人收到了 本官问你 那东西从何而来 我做的 你为何想起来制作这种东西 饺子也是大钱人 自然是要时时刻刻 想着为朝廷效力 哦 此物虽然说有些坚硬 但却极为轻便 方便携带吃上几口 便会有明显的饱腹感 好好好 夏南星 你献上这压缩饼干 于朝堂有功 本官可以不追究你先前的罪责 今日请你便是自由之身了 搅得谢过大人 回去之后 好生读书 本官见你也是个聪慧之人 烧 烧也约鱼了 烧也约鱼了 夏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听口气 爹好像不想我回来呗 没 没有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爹这是不想让我进去说话啊 看把我高兴的 走 咱们进屋 算算路程 这崔浩应当是连夜赶过来了 确实 这俊梁当真有如此神奇 居然能够让一位二品的封疆大力连夜赶来 亲自放你出来 要不然啊 为父也不懂这些 但现在你被放出来 还是他崔浩亲自放的 足以见得此物的价值 这崔浩不是简单的文官 应该是个知兵之人 看出来其中价值并不意外 万事比不上你安全出来 只要你能万无一师 他就算是能换一座金山 爹也无所谓 爹 您这话倒是没说错 这军粮确实是能够换一座金山 而且是一座大大的金山 你是说这崔浩还会来找你 当然 而且不仅仅是要合作 还要和崔浩说 这次捐输我瞎家赵出 这是为何 因为这大前江山 皇上才是最大的靠山 谢谢大家 下次见